國民黨不要被某一些特別的藥商牽著鼻子走 然後用一個很大的帽子講到說 我們現在的疫苗不夠 國民黨黨中央要買的不只是疫苗 它指定一定要BNT疫苗 而且是要透過上海復興 這是很奇怪一個邏輯 那顯然國民黨對BNT 尤其是上海復興所代理的BNT 情有獨鍾 國民黨不要為了某一個藥商的代理商 一直站在他們的立場幫忙講話 然後來攻擊或是來抹黑 我們的政府對於委外也好 或是對於經過政府來採購的 不管是國際上的疫苗 或者COVAX上面疫苗的一個正當性 國民黨不要被某一些特別的藥商牽著鼻子走 然後用一個很大的帽子講到說 我們現在的疫苗不夠 當我們的疫苗量足夠的時候呢 就開始有人會做不同的選擇權 那我們還是一樣回復到原來的專業 不管是公共衛生的專業 或是科學的專業 來看有關疫苗購置的問題 千萬不要被抹一個 或是抹兩個特別的藥商牽著鼻子走 然後用帽子很大的方式 來攻擊跟抹黑我們的疫情指揮中心 跟我們的中央政府 國民黨黨中央要買的不只是疫苗 他指定一定要BNT疫苗 而且是要透過上海復興買BNT疫苗 這一點我們完全沒辦法理解 如果以現在國人這種 所謂對莫德馬這種喜歡的程度來看 那國民黨為什麼不會公開講說 他要去買莫德納呢 而且現在我們看到了 一千萬的疫苗現在已經確定買到了 如果此際再加五百萬就一千五百萬BNT的疫苗 那國民黨可以說是想要緊上天花 想要趁這個熱度而已 事實上呢對於疫苗總體的戰略分配 並沒有任何幫助 如果國民黨真的想買 他怎麼不會去考慮莫德納 不會考江森的江森 甚至不會考慮這個Novavix 即將要出現的這個新的疫苗呢 這是很奇怪一個邏輯 那顯然國民黨對BNT 尤其是上海復興所代理的BNT 情有獨鍾